世界著名的三大狂欢节之一,你参加了吗? 26日下午,法国南部城市尼斯万里无云,阳光灿烂。 这座蓝色海岸边的小城连日来被节日的欢乐气氛包围着。 第128届尼斯狂欢节正在这里举行。 距离当天狂欢节花车化妆悬油活动开始,还有半个多小时, 人们从四面八方向悬油起点聚拢。 在此次悬油的主会场,出售各种玩具、假面、气球以及材质, 采带的摊位比比皆是,生意兴隆。 为了烘托狂欢节气氛,摊主们纷纷戴起了小丑帽、五彩假发。 14时30分,花车悬油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开始。 约20辆围绕今年尼斯狂欢节主题,运动之王搭建的花车, 在游行方对粗英下徐徐使出。 其中,既有每年狂欢节的常客国王皇后花车, 也有为今年运动主题,可以创作的系列花车, 包括从滑雪到滑水健身俱乐部, 奔向2012伦敦奥运会,以及残疾人竞技等。 最后压轴出场的花车,专门为明年在宁斯举办的 2013年法语国家运动会而设计。 造型为一名跑步奔向宁斯奥林匹克体育场的田径运动员。 每辆花车都美人美奂,充分展现出许有参议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。 化妆巡游和大型狂欢舞会,把人们的情绪不断推向高潮。 身穿色彩斑斓服装的乐队走在队伍最前列,各种妖魔鬼怪紧随其后,戴假发。 化花脸的游客也跟着一起前行,人们大声喊叫,尽情欢跳。 各种卡通人物在狂欢节上全都活了,几百个大头玩偶满街游走, 跟孩子们握手洗脑,尼斯狂欢节由于有良好的组织和异常活跃的主题, 从众多狂欢节中脱颖而出,成为世界三大狂欢节之一。 巴西里约狂欢节狂发,加拿大魁北克狂欢节显冰雪风情, 而尼斯狂欢节则拥有特别的艺术味道。 尼斯狂欢节历来不乏人气,尼斯人口只有30多万, 但参加者却有一百多万。 再矜持的人只要到现场,都会被欢乐气氛感染,心甘情愿地加入到活动中。 来自法国、美国、卢森堡和印度等国的艺术团体也参加了巡游, 其中印度表演者尤为引人注目,一群身着印度传统服装的表演者, 在一样大象花车前,喝着印度音乐尽情摇摆,引来众多游客围观, 一些大人和小孩钻进巡游队屋里跳了起来,让欢乐的气氛达到顶点。 一般认为,狂欢节起源于中世纪天主教徒在复活节摘介前大吃大喝,进行玩乐的活动。 如今,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,已被欧洲不少城市开发为旅游资源。 民私狂欢节每年2月至3月间举行,持续两三周。 以花车巡游,音乐舞蹈表演以及游鱼活动为主, 最后一天的盛装大巡游,烟火表演等活动是狂欢节的高潮。 自上个世纪50年代起,累计民私狂欢节都确定一个主题, 马戏、小炒、美食、欢笑、疯狂、爱情、新千年、气候异常等都曾为狂欢节提供过灵感, 唯一没有变的就是以鲜花装点整个场面。 据民私狂欢节组织者介绍, 今年民私狂欢节从27日开始,持续至3月4日结束。 感谢观看